因為疫情的關係 外出吃飯變成一個奢侈的活動 趁今天好天帶大家去看看 平時來日本都可能不會去的 麥當勞 今天是星期一的下午 人不算多 雖然平時都沒什麼人 人不多的時候會預設送餐服務 所以通常都會有送餐服務 今天點的是照燒雞扒包 餐 它是在這個時期其中一個550日圓的特價餐 其他餐的正常價格大概是600-800日圓 日本麥當勞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薯條可以免費轉做麥樂雞 不過如果用早餐的薯餅來轉的話 就要加50日圓 可能薯餅缺貨的時候就不需要了 醬方面常煮的醬只有燒烤醬和芥末醬 是沒有甜酸醬的 我喜歡來麥當勞的原因是 只要你知道了點餐的SOP 你就可以完美地用日文和店員溝通 因為你是不需要知道店員跟你說什麼 所以麥當勞是一個可以令你說日文自信大增的地方 吃完記得自己收拾一些東西 分類放回垃圾桶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麥當勞的SOP 君欣賞給我們 我們會不會再去練習 這次是我的лан壇